莊烈宏代表美东部落的兄弟姐妹们 向文贵先生以及家人继续深深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 愿文贵先生及家人新年快乐一生平安 我们现在有请文贵先生来到我们美东之声 你好文贵先生 庄烈宏先生美东之声所有的朋友们和所有的战友们大家好 非常荣幸的今天能再次接受庄烈宏先生的邀请和采访 非常荣幸谢谢 谢谢文贵先生 给小庄这次机会 也感谢支持庄烈宏的各位战友们的投票 让美东之声有这么一次机会 荣幸请文贵先生来到美东之声 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关于台海问题 也是最近大家比较关心 近期台湾到处都上任着红旗飘飘 北京刚调对台喊话 习近平告台湾同胞书 受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强调回应 因此中共军方喊将发布全军开训动员令 这些言行是否表明 武力统一台湾正在成为CCP越来越过切的需要 还是像往常一样对不明真正的民众调起 虽远逼租的爱国情绪来转移民族内部化矛盾 然而CCP真的敢对台湾动影吗 美国及欧盟会否做事不已 有请文贵先生 谢谢庄烈宏先生 给文贵这个机会 上美东之声的连线采访 首先呢 我再次的感谢庄烈宏先生和所有的美东之声的战友们 在过去一年多里面面临各种挑战 无私对整个爆料革命的支持 和庄烈宏先生受到了欺民贼 梁冠军等流氓组织 受CCP的控制 还挨打身体受伤 我再次表示 歉意和尊重永远不会忘 关于庄烈宏先生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 现在可能是全世界都在关注 特别是台湾同胞和福建省 以及国内的14亿同胞们 在这个之前啊 我必须给庄烈宏先生说 对您本人特别是在乌坎的遭遇 作为乌坎村第一号政治年轻的男同志和乌坎一号的要求民选政府揭发腐败的这个英雄事迹 文贵再次表示的感谢 对你父亲 庄烈宏坎先生 对你的战友 杨瑟茂先生 对你的战友 特别是 还有一个叫做洪瑞潮 我记得应该是啊 判两年到四年情的 你的战友 杨洪茂 洪瑞潮 这都是英雄 你父亲 庄烈宏坤 还在监狱里面 母亲在村里边还被监控 表示万分的尊敬 对他们表示问候 我希望的这个庄烈宏精神和这个乌坎精神永远不能这个被任何敌人打倒 永远不能妥协 而且我一直给这个庄烈宏先生说 您是一个年轻人这一代的一个楷模 你代表了一个奋斗的精神 你代表了在一个共产党控制的14亿中国人民的70年里边 出现极少的这么一个男人的代表 你的父亲庄春坤先生还在监狱里 你的母亲老人家还没有行动自由 你的这个兄弟老范老杨 这都在受到了 家人受到了威胁 有生命的威胁 你失去了一切 但你维护了一个时代中国14亿人民的 一个起码应该有的尊严和勇敢 也就是勇气 勇气 这是我文贵非常佩服的 所以列宏先生听到这个的时候啊 你不要哭啊 你哭眼泪没有用 但是你不应该忘记 你不应该一秒钟都不能忘记 而且不能受任何影响 因为恐惧 利益 时间 和各种的诱惑 会让一个人失去自己 失去理想 就会放弃 所以呢 我对您和您的家人和您的战友 和当年在乌坎春的表现 创造的历史 敢于反对CCP 你还坚持到今天 以及你家人付出的一切 我代表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对你表示感激 感谢 感恩 所以今天我很荣幸 很严肃 在我们的战友群里边 投票 高票 当选 让咱们俩连线 这是咱们群里边 以及我们战友的代表们 对你我的信任 对你我有寄托 对我们爆料革命 有希望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我们的连线是严肃的 是认真的 你问的问题 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 所以呢 特别是我在这个时候 跟你连线的时候 是心情很激动的 因为我觉得中国 应该多一点庄烈红 中国有多一点乌坎 中国要多一点 像我们的这些伟大的 智慧的战友们 这种勇气 那么我回答您刚才的问题啊 这个关于共产党最近 又所谓的对台发动 然后挑拨这个国内14亿人民 对整个台湾要采取所谓的行动 是不是再一次挑拨 和再一次转移内部的经济视线 是不是再一次的利用台湾问题 来转移国内的政治经济 社会问题的各种问题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忘了 台湾啊 是一直以来共产党的一个枪把子 他训练军队的枪把子 台湾是共产党七十年以来 一直利用的政治转移视线的一个最好的理由 是国民党和台湾当年啊 成就了共产党 那么台湾也是共产党发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党和最重要的地区 同时台湾也是共产党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钱袋子 同时台湾也是共产党跟美国一次次遇到危机讲述 作为威胁的肉票 同时台湾也是共产党对美对西方世界渗透时利用的技术和金钱工具 同时台湾已经成为国内政治斗争 最好的党内所谓的解决内部问题的政治口号 同时台湾一直在扮演着党内高层政治斗争 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党内的民粹工具和操纵民意的最好的工具 这是一直以来共产党都善用的招 所以啊 庄令红先生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 当共产党内部高层斗争的到一定时候就有人举手了 我们要打台湾解决台湾问题 当党内有人想当官的时候 喊出的口号就要打台湾了 然后对台湾采取了蓝金黄 以及政治威胁各种所谓的手段就全来了 这为什么要获得党内的支持和信任 也是党内获得政治资本的这个最好手段 那么同时啊 我们可以看到 凡是对台湾实施威胁的时候 就是党内政治斗争到了白热化 中国或者是中国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 那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国际上重大国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 特别是中美关系问题的时候 对台必有动作 对台必有行动 所以说这一次的 这个所谓对台 这个喊话一国两制 蔡英文这个总统表现得非常好 马上出来讲话 台湾从未接受过九二共识 更不可能接受你的一国两制 而且非常明确 我们看到了在他讲话之后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的好评和支持 得到了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 超过七十的人支持 大陆有些民粹在喊 像胡锡进这好人 我相信绝大多数大陆人 超过七十是支持台湾的 那么这个事情啊 可以看出了本质性的变化 在再一次的党内经济 这个负增长 社会稳定遇到巨大挑战 反共反贪 已经成为国际国内一致的口号 中美关系出现巨大问题 等这些巨大的矛盾的时候 突然发现 这次的操纵民意不管用了 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变化 还有一个 我们大家要注意到的是 这些天来美国的这个反应 当这个整个是对台喊话的 之前吧不到二十个小时 我就知道有这个对台的喊话 然后美方问我 这事可不可能发生 我说一定会发生 那么发生 讲完话以后 美国所有的国内的政府内的 和政府外的朋友们 纷纷给我发了信息 震惊不可思议 但是美国认为 这暴露了中共对台湾的野心 和一直以来操纵民粹 国内的以及转移国内经济 政治社会矛盾事件一贯手法 同时认为 这次的中共的行动 可能真的造成了 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和 大共产党和台湾 以及所有的有关事件 到了一个决策的时候的关键点 因为这次的再次操纵 已经不同了 因为美国毕竟现在已经把中共 列为了最大的威胁 南海问题 这个内部中国经济问题 以及以及欧洲的问题 WTO的问题 一系列的问题 都在一个矛盾点上 从前所未有 所以这次的我认为 他们的操作民意 是一个作死的行为 是一个危险的行动 不会像以前一样让他们得逞 也不会让他们达到目的 成为转移经济 社会矛盾 政治的视线 我就是不可能的 台湾问题啊 我又有一个建议 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大家要好认真地看 要认真地看 因为这个事情绝不是说 他讲讲话就结束了 也不是说 他现在就喊两嗓子 就能把这个经济问题给解决了 台湾不管做什么 不可能增加你的GDP 不管台湾做什么 你怎么行动 不可能让现在老百姓 现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 深层次矛盾 和中国高层县中 家天下全天下的 这种社会党内 极度的这种不稳定的因素 会彻底解决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给这个所有的共产党官员们 以及试图操弄台湾的 操弄台湾这个问题 挑起事端的人 我给他四个字 这个四个字是什么 庄烈红先生 叫互恶不圈 互恶不圈 这四个字 互恶不圈啊 是这个事件 庄烈红先生 我相信您会知道 咱们战友们 是在十六国的时候 发生了个典故 互恶不圈里边的核心人物是谁呢 一个叫石乐的 一个叫刘耀的 一个叫郭四的 一个叫曹平的 现在在共产党的党内 有很多曹平 曹平是谁呀 就是王岐山 就是孟建柱 就是中国所谓的什么这员呐 那这个将军呐 裁员呐 就是那叫汉者 大家去上历史上查一查 大概一千七百年前 十六国的时候啊 这个三一八年吧 我记得是 十六国的时候啊 这个刘耀 当时篡权以后 他下边的石乐 这个跟他打仗 他打不过人家了 给人家行赏 行赏 然后给封皇位 加勋爵 给粮食 给钱 像今天一样 共产党的蓝金黄 石乐同意了 就派去了人 去给他去 到那去看一看 去了以后 说这个 来接这个 友好的和平书 到那会去看一看 怎么安排 结果呢 这个刘耀的手下 一个叫曹平的 就是今天的王岐山 最相亲的人 给他建议 说这家伙来啊 根本不是来 所谓来跟咱 真正签和平战 出来和谈 他是来看咱的阵地 看咱的军队 得把他给杀了 最后啊 这个姓刘的这个 夺取了皇位的刘耀 就把这个 来石给杀了 杀以后 石乐恼火 石乐最后 把他的来人给杀了 杀以后 自己自立山头 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 最后把刘耀杀了 这个历史真实的典故啊 就是一个 我们大家都要记住的 他不回头是岸 庄先生 就是接下来的结果啊 他现在走的路 那就是很简单 叫酷恶不圈 酷恶不圈的结果 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他任何所谓的操弄 台湾议题 不再回头是岸 像以前一样得逞 是不可能的 所以啊 台湾问题 我相信到了一个历史时刻 至于美国人会不会出兵 我以前说过 我告诉你 壮烈的朋友 我给所有台湾的朋友说 包括 我一会儿 马上要来的 班农先生带来的 好几个前国安委的人 一会儿 十二点钟来 一点 十二点半到来 一点钟给我开会 这些人当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的政策制定者 也是过去中美关系 美台关系的重要参与者 非常清楚 只要敢对台开战 只要敢打 台湾只要有人敢举手反击 美国甚至联国 一定不惜一切代价 捍卫台湾的安全和利益 从来没有一个人 从来没有像今天 从来没有像美国 只要两党统一 每天都在变化中 我刚刚过去的八天 在佛罗里达 在Pan Beach 你们都看到了 我每天见了很多人 过去的老朋友 坚决不支持 打台湾的民主党人士 和军方人士 这一次我可以说 百分之百 说人说 只要中共打台湾 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 出兵保护 而且认为 现在的共产党 跟过去的共产党不一样 因为它是流氓政权 它是土匪政权 而且如果打台湾的话 美国不出手 世界将大乱 这已经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核心利益 所以我觉得高兴的看到了郭文贵一年以前 我就说咱爆料 庄烈红先生你要有自信 咱就说过 下一步他们将操纵台湾问题发生了吧 第二我们说过台湾问题 美国将彻底改变对台政策 只要是中共再度威胁 美国一定是大兵介入 不惜代价 还有一个在几个月以前 我连续的说台湾人民准备好吧 下一步共产党就对着你来了 就是台湾和香港 它没别的招了 它家既不产iphone 产了一个超人家iphone的华为 一堆毛病 它产啥呀 CCP 它有什么经济增长点呢 它有什么样经济未来呀 它有什么样的价值啊 根本没有除了偷人家美国点这个钱 技术 搞点贸易战争 这个贸易欺骗 现在又被人家给挑战了 它没未来了 只能操弄操弄台湾 搞搞香港 骗点钱 印点港币 解决所谓的现在 到处的这个取诺骗钱 维护自己的 过一天少一天的 所谓这豪华的生活 所以庄先生 回答你这个问题 美军一定介入 如果他敢动手 就是他的末日 而且台湾人民不要被利用 希望蔡英文总统坚持到底 谢谢庄立宏先生 谢谢文贵先生 谢谢文贵先生 跟我们解答了这个有关台湾的问题 在这里啊 在这里 庄内侯 也希望 我们台湾的朋友 一脸要告 变脸安安 爱台湾 叫爱台湾是吧 米南话怎么说 我爱台湾怎么说 我爱台湾呐 我爱台湾呐 我台湾呐 有个女朋友 老过我讲这个米南话 每次讲米南话 把我讲得特别笑 特别开心啊 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去唱米 就喜欢唱台湾的歌曲 那首《爱心台湾呐》 《爱心台湾呐呐》 《爱心台湾呐呐》 也是八九岁的时候 很多人会唱一首歌 就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就 就讲 请问一下文贵先生 在文贵先生 开启爆料革命以来 大家耳濃朗 耳熟能详的勇 一八零八房 怀孕的小手 钥匙儿童 找钥匙等等 已经成为网络迎行词 也让道德贼相当的敬畏 在2019年 文贵先生 是否还会有 更多类似事件 为大众接触吗 谢谢文贵先生 谢谢张莱宏先生 看来你对裤腰带 以下的问题 很感兴趣啊 不要学郭宝胜 不要学这个 这个韦时希诺 天天在自己的 这个博讯网站上 还有郭宝胜那个脸 到去日本去看脱衣舞 然后呢 这个网站天天就 拉标题党 耸耸人天下 versão人天下 你往回看 博讯网站上 所有报道的政治新闻 和所谓的新闻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但是呢 她点击率很高 为啥呀 她爱把裤腰带以下的话题 和那放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我们爆料革命看起来很有意思 在这个YouTube上只要带有一个女的图像 带有一个性的什么诱惑的标题 哇塞几百万上千万的点击率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悲哀 但是呢共产党的这些丑略行为呢 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聊一聊 你说这些重点呢我们爆那些事情呢 我们首先对所有的女的当事人都表示道歉 但是呢为了老百姓为了我们草根们 能了解这些盗国贼们的卑劣行径 我们有必要啊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本相 所以说我们叫戒性啊 戒这个丑闻啊来接爆料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战略 戒性爆料啊戒性文爆料 有关涉及者就抱歉了 那么我想跟你说 接下来我们会很多这样的关于盗国贼们的 这些丑闻啊性丑闻啊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啊 庄立合先生你这问题又特别好 四天前还不到四天应该是三天前 我在佛罗里达我见了一个俱乐部的老板 我现在不详细说啊 我见这个老板这个老板说 郭先生我们这个俱乐部从没接受过任何一个华人 我们昨天啊来了一个华人 这个华人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名字 但我让你看一下他照片 我一看照片啊是挺漂亮啊 他说他这个到我这来 从入会到谈因为有会员给担保 他说从总共不超过两小时 然后我的到账的钱 四十五分钟钱就到账了几十万美元 他说然后他吃完午饭就过来啊 就问我您结婚了吗 这位朋友已经快七十岁了啊 您结婚了吗 他说啊我结婚了 你跟你妻子感情好吗 哎他说挺好的 他说哪天我请你喝这个咖啡 他说完这个的时候 我说你等等啊 我查查这个女的到底是谁 不到半小时我就查查这个女的是什么背景 我们很多战友也帮着我查了 这个女的是一个绝对是来蓝金黄的 是一个安全部的海外的沉默力量 是过去孔子学院工作一段时间 在某大学出来的一个女的 那么这个女的这种直接 这个问法和蓝金黄的手法 太像CCP的一贯做法了 你去想想前后几个小时 后来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他没有直接啊 问你床在哪儿 他没直接跑你办公室去 来找你办公室去找钥匙 已经够便宜你了 所以说我告诉你庄烈红先生 现在在西方在整个社会上 现在这种派出的蓝金黄力量太多了 这个头两天有一个 我见了一个咱们在马来西亚的华侨 这个在旁边绝对是故意等我的 那个地方很少出现华人 我这刚一进去他就给我招手 还有我的家人在场 还在招手 然后我也给他招了手 说郭先生我一直看你视频 我说谢谢了 我去洗手间的时候 撒保镖跟着我 他也去洗手间 你说这多巧啊 在同一家餐厅 我出来的时候特别嗲的说句话 郭先生你知道我多么的爱你 你能否给我留个电话 哎呦我的妈呀 说的我呀 真的痔疮掉了一地 太直接了吧 到餐厅等我 看我视频 然后我去洗手间 你在路上等我 然后又多么的爱我 说的太嗲了 这是餐厅 这不是这个卧室 我告诉你的事情 现在蓝金黄的手段 和不要脸的程度 超出常人想象 所以庄烈红先生 你那么帅 你又这么厉害 要小心 千万不要被CCP共产党的蓝金黄拿下 头两天我在路德先生节目上和战友之声 我都给他们说过 共产党刚刚成立了六千人的骇客电脑队伍 和对外蓝金黄力量 要对我们爆料革命 进行更高层次 更高水平的蓝金黄和网络水军 以及骇客打击 要有准备呀 所以呀 您呀老开Uber 我真担心 哪天你说突然间人一招手 来吧 一上去 人家趴机 一会儿来 让你撑上找钥匙了 非找着不可 你说你咋办呢 所以务必小心 庄烈红先生 谢谢 你看你笑的 笑的很 很淫荡 很淫荡 啊 这时候想想乌坎 想想你战友 杨色茂 你就不能 不能这个 千万不要犯错啊 谢谢文贵先生 用个评论 特别有趣的话题 接下来呢 有请文贵先生 跟我们说一下 最近 大连再次开提 对方正证券 600亿巨额的罚款案 维持人看 虽然大家都知道 这是中共针对文贵先生的爆料革命 所实施的打击 报复新闻 针对中共这一不择手段的打压 文贵先生曾经 曾经经历磨难打造的旁古大官 能否在2020CCP被消灭前绑住 有请文贵先生 还有呢 和美国对中国盗国贼在美国的资产 有可能被凍结吗 这些中共贪官 留给海外子女死白了的钱 是否还能够追击 谢谢文贵先生 谢谢卓连红先生 美国一定会有行动 对盗国贼在海外的财富去查封 一定会 第二海外的师生子女 和盗国贼的代表们的资产 一定会有行动 不仅在美国 在全世界 我在这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法治基金 还有其他方面的行动 会给大家结果 盘古大官 短暂的会受到可能侵袭 甚至被拿走 控制权会被旁落有可能 政权我的预达 包括方正证券 还有这个民族证券 都是有可能的 但我可以说 我有绝对的信心 就像当年 这个盘古大官 被刘志华拿走 潘石屹等人 去拍 最后转让到了他的女朋友 王建锐的手里面 最后导致刘志华 判死滑 北京官场几千人进了大狱 这个历史事件 没人去关注细节 只有龚小夏女士 一直在盯着这事 这是个大事件 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那么同样的事情 盘古大官和所有的企业 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是没有人能碰 他就上天赐于我们 龙盘古 奉金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无人敢碰 谢谢 今天啊 这个凯琳小姐啊 为了 还有我们今天是周末 专门跑了 给我们大家来工作 刚才跟你连线 做很多工作 凯琳给大家来 问就好 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今天凯琳小姐 给大家在这问好 往这一点吧 大家好 凯琳小姐 大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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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关心凯琳的 但是有战友 昨天做了个 pass了个图 那个 班农和我和他的 把他pass太胖了 一大早来 一大早来就对抗议 说太胖太胖 他很瘦 你看他非常瘦 生活中 你见过他 列宫先生 非常非常的瘦 下策把手的照片 放出来吧 让你们继续吧 好 谢谢 我刚好没有准备 如果有准备的话 应该把这个照片放出来 给大家看着看着看着 我接着回答刚才的问题是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像这个盘古也好 政权也好 这些企业 我可以告诉大家 没有人可以夺走 有些话我在这里不方便说 不方便说 我们一直坚持着正常的经营 从没有改变过 这已经是奇迹了 在刚刚的48小时以前 大连专案主 又在没有手续的情况下 在我们的证券账号上 把非法的划走了 4.9亿人民币 大家知道在几天前 28号的时候 他这个12月28号划走了 大概将近2亿人民币 那么在三个月以前 他们所谓的罚款 划走了4亿人民币 现在仅大连专案主 划走了现金就十几亿了 那么又罚款600亿 成了全人类的笑话 整个中国过去一年 电影院线的收入 你知道多少钱吗 庄联红先生 600亿人民币 整个全中国的电影院线 收入600亿 他罚了我600亿 有好多演艺界的导演 明星都给我发信息 郭先生你太厉害了 我们整个电影事业 GDP赢一额额才600亿 你就被罚了600亿 说这个辽宁司法和共产党政法委 黑了心了 那么美国的所有的金融界 基金觉得这是荒唐下 荒天下之大吉 所有的8.7亿美元 再加上18亿股 疯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庄联红先生 他拿步走 而且在共产党不倒闭之前 没有一样东西是咱的 连你爹现在都关在监狱里 现在庄联红 连你爹都不是你的爹了 你喊你爹 你爹能听见吗 你说说 你跟我说 庄联红先生 你喊他爹能听 你能听见吗 你现在大嗓子喊 我今天本来说 在开节目前 我想让庄联红先生 对着镜头喊爸爸 喊三声 你啥感觉 为什么这么做 你知道吗 我每天醒来 我要看我爹我娘和全家的照片 我每天 我一定是 然后我再听见经 连我们的父母 我们都不是我们的 你觉得盘古政权资产和政权是我们的吗 国都不是我们的了 我们的国家已被流氓团伙所盗结 我们的兄弟姐妹叫香港台湾 被他们在拿刀子拿枪的威胁 跟人家美国人讲述 这些懦弱的无耻的流氓集团 人家美国人你咋不跟人家打去啊 你咋不罚美国人六百亿啊 人家美国人跟你讲述你要打台湾 人家跟你一说你没有民主自由 你就打新疆 把新疆人关起来 人家一说你没法治 你就收拾香港同胞 人家一说你这个社会 这是个合法政权 要尊重老百姓 你就把庄中坤先生给关监狱去 你就把人家 这个整个杨重茂这人给关到监狱去 虐待 跟踪 这是什么流氓政权 所以共产党不灭 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 爹娘兄弟姐妹都不是我们的 钱是我们的吗 当然不是我们的 别傻了 只有干掉共产党 让共产党离开中国 啥都是咱的 爹是我们的 爹娘是我们的 兄弟是我们的 兄弟是我们的 兄弟姐妹是我们的 媳妇是我们的 媳妇 所以您的问题我回答你 只要共产党不灭 什么都不是我们的 共产党灭了 什么都是我们的 2020年必灭共产党 然后共产党盗走的财富 必须要还 一分都不能少 而且不但要还 而且还要惩罚他们 这就是我回答您的问题 谢谢庄联红先生 对于我们乌坎的事情 其实庄联红如果要说的话 别说三天三夜 说个三个月可能都说不完 当中有很多辛酸的历程 从2008年开始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伙子 包括我现在还认为我是个小伙子 我就是要保持那 当时的那种心态 当时蒙蒙董董的 当我有了这个意识之后 我就认为我们天赋的人权 而共产党当时对我们所有的一些不公平 包括当时有我十几二十年的时候 当时在一个朋友家 过生日的时候 就被判诉所给抓去了 抓去是因为 有人在一个工厂厂房放了一个炮 结果抓去 他们就要配合调查 那可以没问题 但是去了之后 对我们是被人当的 让我们在那里 站了两个小时 当时我们还在初中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对共产党产生了一种厌恶 我觉得这个 是践踏了我们的尊严和人权 当时我还不知道 没人过去深深的体会 什么叫人权 但是我蒙蒙董董对我那种意识 从那时候开始 我对共产党就产生了一种怀疑 直至到2008年 开始了我们乌坎村 多达乌坎事件前期 差不多三年的上访行程 但是我也带领了 大概十几二十个核心的年轻人 组成了一个乌坎热血青年访 而这差不多二十次 十几个部门的上访给乌坎村 在2011年的这个事件当中 有了一个很好的通电 当时2011年的时候 当局就说 县外界报道 还有人民日报 南华日报等 说乌坎是暴民 当我们发出了这些上访历层之后 然后这个问题对外界来说 就不认而解 就不认而解 打断你一下 庄先生我要问你一下 当时你发出那个命名信 还有一个QQ 要护乌坎 这个保护乌坎村 那个土地 就万亩地那个事情 你为什么傻乎乎的 你把QQ那个号给留下来呢 那个QQ不是我 不是我本人的QQ 我本人的QQ是 跟那个公众QQ是不是一个QQ 我本人以我个人的QQ 你爱国者五号 而爱国者一号的QQ是公众号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爱国者一号是谁 是为了我方便做事情 只知道我是爱国者五号 但是在爱国者一 除了爱国者一号 至到爱国者十号 这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是为了像当局 展示一下 我们里面还有十 十个人是 除了我段内红 还有九个人是未露面的 也就是 也是当时的一种策划吧 那我问你啊 当时你那个范瑞潮 还有杨荣茂他们 跟你在一起搞这个的时候 他俩都被抓了 为什么你不让他出来 你自己跑出来了呀 洪培潮我已经跟他说了 当时我是准备跟我开船 从空度到关岛的话 我会带上红瑞潮 但是我也从先党演绎了之后 我没被监控之后呢 我就偷偷的办了这个 说要去日本旅游的这个护照 然后跟老婆就出来 还不敢带上当时八个月的小孩子 怕没有借口 当时我 因为安全厅的人 有人跟我说过广东安全厅的人 就是你们这个乌坎专案的人 说他了解到 洪瑞潮杨荣茂 他们尝试过从厦门大飞 飞到台湾的 他们有个安排 后来没有做 然后呢 他们也有当在湛江 也有大飞飞到香港的安排 后来都没做 为什么呢 哎呦 怎么顺便聊起来了 这个今天聊 杨舍茂呢 这个我们这个杨舍茂 这位藏友就没有跟他说 因为包括我出来 我说我老婆 逃到美国 两个屁股 我都没跟他们说 因为因为不能说 一说或许我就出不来 对 这个专案主的人 跟我专门谈过这个 他们都佩服你们几个 佩服的不得了 我现在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这是你的战友 现在我们是战友 我们美东之声 你最不同的事情 我们都爆料革命以来 有组织 有传队的 就是美东之声 庄烈红先生 而且这些人都是忠心恳恳 所以这让我很加尊重 你能告诉我 什么叫战友吗 你能给我形容一下 我没有拿他们当战友 当亲人了 那我是不是你亲人呢 现在 当然是 当然是 是我的长辈 我跟你讲 列红先生啊 为啥我要问你这个话呢 这个当时 这广东安全厅专案主的人呢 对你们非常的佩服 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在这个通话中 我总是说你 我说 列红先生 永远不要忘掉 你是乌汉人 因为我在这要再次公开跟你说 因为你们几个 杨色帽几个 你知道吗 范瑞潮 你们几个 这个洪瑞潮几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代表了年轻人 这一代人 对这个极权的反抗 和对中国人权 人性的思考 你从2008年到2012年 等等的行动 他们这些人认为啊 中国会出现N个这样的事情 后来你能逃出来 他两个被判两年四年 这里边有很多故事 其中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在建议量刑期的时候 对他两个人 一个两年 一个四年 我大概没有记错 是不是对的啊 两年四年 其实都比这多 都是要超过十年 甚至无稽的 后来这些人就佩服你们 说这这年轻人啊 没必要谈到政治角度上去 所以这一点上 还是很多党内有好人的 千万别忘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为啥说这样 说这样的人 一旦行动战斗力 他说中国共产党 一定可以推翻 而且他认为 这样的人会不少 只是没有行动 什么叫战友 我告诉你 我要特别跟你说 你去查了什么叫战友 叫不抛弃 不放弃 抛责关系 叫战友 他既是你的战友 你说也是你的亲人 你讲你是亲人的时候 那叫江湖 你个人的感情 但对待追求我们的理想 喜马拉雅 庄令红先生 我再次告诉你 战友之谊 高于亲人关系 就像你今天 你不能以你父亲的 庄先生的安全利益 为第一考虑 应该以你的战友 还有一个什么 要以我们喜马拉雅目标 只有推翻中共了 你才有家人 你才有爹有妈 你才有家人未来 你的战友 饭也好 吃这个羊也好 才能回来 所以这个战友之情 高于亲情 高于你的私情 所以说你记住 大义是战友 不是家人 一旦你focus家人的时候 记住 你已经输了 已经输了 所以记住他们 我们要拯救他们出来 我们要干掉中共 这才是你心里一定要想的 这就是我们的抛折之意 不抛弃 不放弃 不放弃 就是伟大的战友关系 谢谢庄雷红先生 谢谢文贵先生 今天我本人 我是不打算谈到乌坎春的问题的 我想让文贵先生 更多的跟张友们说一下 关于这个爆料革命的利益 但是文贵先生 我知道他是在眷顾我 你把乌坎春的事件给提起来 在这里 提到战友这两个字 使我深深的感动的是 在2011年 我的一位当时41岁的蝎子的坡 我的好战友被抓进去 12月9号被抓进去 不到两天 就被弄死了 说是新年事 一个中年人 强强乱乱乱 跟我当时在 那晚几个月的 探争当中 我认为他是我的好兄弟 他们给他的定义是 这个心脏病 心远性处始 心远性处始 我知道这个事情 这是被他们 他进去反抗 他打他还击 他们打他他就骂 骂他就还击 然后就电棒电击他 用这个 用那个电击棒 放在生殖器上 电他的时候 然后嘴上 一个这个 嘴里边放一个电击棒 耳朵电击棒 生殖器上一个电击棒 然后呢 电他的肛门 他们叫五棒齐发 这个这个招叫五棒齐发 这一般都是 十个人才干的事 绑着他 结果就他呢 心脏病 就心脏猝死了 跟那个李明是一样的 就我一直说 小马奔腾的李明 进去以后 傅振华把他从家里边 下午五点钟 开车警车楼上下来 到了这个香山就打 就是五棒齐发 然后李明就死了 死了以后就把他放在了 这个北边京北的 这个那个 那个那个 一个一个点上 第二天把他老婆 他姐姐接去 说这个 你要去见他吗 我带你去见 转了几个小时 他带他说 这是死人了 那么你这个兄弟 是一模一样的 五棒齐发 然后给他下定 这个信账处死 这也是专案主任告诉我了 所以说我今天啊 每次我给你 为啥我对你那么尊敬 庄烈红先生 我对你的尊敬是来源于我对乌侃事件的了解 和对你当年 这作为一号人物啊 这个爱国一号 爱国五号 还发出的那个揭发信 和你多年的坚持 和你的兄弟们的没有放弃 没妥协 包括这个兄弟进去以后 大骂共产党啊 然后呢 这个最后被电死啊 这是我都是知道的 这是为什么我看你和常人不一样 战友男人当中 我第一个深情拥抱的是你庄烈红 我最第一个私信联系的 WhatsApp不是流氓骗子 贾牧师郭宝胜 是你 美东之声 是我唯一的 密切的 随时联系的 咱们这个 郭爆料的咱们这个团队 这就是为什么 一个人要获得尊敬 获得尊重 你必须是无私的 必须要有大智慧 有大理想 有利他之心 你做这事情不是为了你自己 这是为什么我尊重你 庄烈红先生 我尊重美东之声 我永远要让你记住 乌坎 它是我们曾经发生的 证明了我们没有被弥灭良心 没有被他们吓到的 一个真实的事件 反抗事件 它必将成为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 14亿人民 只有一个乌坎 只有几个你这样的兄弟 是我们的悲哀 但他也是我们的希望 谢谢庄烈红先生 谢谢文贵先生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接下来把更多的时间 交给文贵先生 好吧 我们回不到今天的话题 前阵子我们看到 Rogestor罗杰斯通 在各媒体上 会曾经受吴珍影响 而毁断文贵先生 而作出道歉声明 并承诺出庭指证 吴珍等人 曾设法毁断 陷害文贵先生 罗杰斯通 对文贵先生 这个道歉行为 接下来是否会引起一些连锁防律 您是否可以透露一下 接下来是否还会有更多人向您公开道歉 或者宣布贵诉 谢谢 吴珍先生 谢谢 张力宏先生 您的问题非常好 但是呢 处处充满了你对我的看不起 和对我的这个侮辱啊 开玩笑啊 开玩笑 为什么呢 他们想给我抱歉 想当Roger Stone 不是由他们决定的 是由我来决定的 Roger Stone 这个人呢 给我道歉 当时是判决是他要赔钱的 我说不要你的钱 前提是 你必须在法官的面前写下来 你的信息和造谣来源 来自于萨姆 萨伯格和吴征 为了这个问题啊 我跟班农先生搞得这个很激烈 因为班农先生啊 跟这个萨姆非常好 他说我让他配合你 但不要把他名字放上去 萨姆又是川普总统这个墨西哥墙 移民墙的创始人 他还是个律师 给他机会 我不行 必须放上去 这是我的战略 我的计划 吴征的名字必须放上去 然后我说他必须公开道歉 所以文贵这场爆料革命不是为了钱 也不是为了面子 是为了真相 不是为了失仇 是为了大义 是为了我们的总体的未来 现在这些欺民贼像郭宝胜啊 郭宝胜案子大家都看到这都是公开的 本来是昨天他要被我们的律师听外问话 郭宝胜又找理由来推开了 又换时间了 我呢 马上会在我们的律师那里呢 听外问话 我让我们的律师和对方律师一定联络好啊 我们这个问话一定是最最认真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边 三十几个案子当中 我们所有的起诉的这些欺民贼 有一个很滑稽的现象 乱伦标写了个二百页的所谓的反诉状 在网上也是抄下来的啊 他都不请律师 后来被夏业良呢 同样抄袭 也是这二百页的 这个不要脸到什么程度 不找律师连自己写 自己写也不写 就抄乱伦标的这个 然后袁建斌又把这两百多页反诉状 又同时抄 袁建斌抄完还不算数 那个叫美猴王的叫什么 林雨丹这个女的啊 又抄一遍 所以说你看看陈军也好 还包括那个史诺呀 还有韦史啊 都是吴曾富钱 同一个是收入所 这个吴曾的钱 吴曾的律师和博迅连在一起了 但是他不帮助熊燕民 熊燕民找了狗屁烂人叶宁啊 这个畜生律师 假律师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啊 请了律师的 共产党给钱了 没请律师的 自己写反诉 而且用同一个反诉状 而且人家法官就不可思议 说你自己写这话 你自己能看得懂吗 那个梁冠军 一年多了 结果回复说 哎 我根本没有接到这个法官给我的传票 结果要求说 这个缺席审判要退演 你看这些流氓撒谎 欺骗 所以海外欺民贼过去一年来 展示的是 共产党在我们中国民族当中 种植下的 进入到血液中的虚假 卑鄙 可耻 自私 不尊重游戏规则的 这种流氓低级下烂文化 然后你看到谁有律师 只有韦石博讯 吴曾 还有强奸案马蕊有律师 有人付钱啊 现在再加一个有律师的 唯一的就是这个 郭宝胜了 是郭宝胜拿的钱了 有人付钱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案子 我告诉你庄烈红先生 任何这些伟类们想跟我和解 门都没有 不可能 想跟我道歉这机会 不属于他们 他磕头都不会给他机会 只有法院 法官做出裁决 而且这个裁决 只要达到我们目的 我们接着不达目的 打到天底下都不会拉倒 一直打到他们 他们的后台 CCP倒背为止 你像什么博逊 韦石啊 熊献明啊 史诺啊 袁建兵啊 夏业良啊 乱伦彪啊 林语丹 美猴王啊 是吧 郭宝胜啊 你像这些烂人一个不会放过 我再告诉你 接下来两周以内 你会看到 新的欺民贼被我们起诉 你会很镇静的啊 会很镇静 这都在我计划之中 而且我再告诉你 美国的相关机构 对过去一年多砸锅 辱锅 骂锅的人 和所谓的 来法律参数的人 竟在进行着刑事立案前的调查 一个也不会放过 刑事案是没有机会和解的 我也不会接受和解 所以这些事情 我告诉你 张连红先生 很多人他们想当罗志使动 他没这机会 他们只有面临着监狱 和巨额的惩罚 和被遣返回中国 对中国同胞的欺骗 在过外的这些 盗国贼的这些伪类们 欺民贼们 像袁洪斌 你这个烂人 袁洪斌还发发那个信说 我这个叔叔怎么怎么样 袁洪斌有胆 你继续写这个书 有胆你把这书出来 还有这个潘庆 你继续以你老婆的名义癌症 你不理 不给钱 不给发票 你继续在背后操作 包括东京爆料协会的向林 还有什么咸鸭蛋 还有那车款的事情 一个都不会放过 这些人加了一起这个钱 你都不够我飞机飞一趟的 我要的不是钱 我要的是真相 我要的是让海外的所有的华人们 不再受你们这人欺骗 你能去想一想吗 海外的社交媒体上 所有的外国人都问我 竟然没有一个华人媒体 能让外国人相信的 胡粉整个调查 证明了所有海外华人媒体 几乎99.9都是被共产党大外宪所控制的 所以庄烈宏先生为什么你要有无私的一个大智慧心 十四亿同胞 海外六千万华侨 就我们这一点社交媒体了 我们在没有大智慧 没有一个良心和责任或有神圣的责任感 我们是无法生存的 过去的一年多里面证明了 他们的造谣是系统化的 是国家化的 是这个巨大的黑暗力量在控制着的 我们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坚持我们的信仰和追求 这样的话 他们会雪片般的飞来 像你 像Sara 像路德先生 像澳洲之声 像瑞安平女士 像这个我们所有的战友们来道歉 我们接下来的官司 你会看到战略巨大改变 会把所有的来诋毁郭爆料战友的人 统统的送上法庭 我们2019年的爆料的战略转折 和战略整个的改变 其中一条 在一年前我就定过 2019年 让所有支持爆料革命的人 不再担心生活上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Rude of the Lord的基金 让我们凝聚党内 更多的反共力量 和海外的受欺民贼 和受海外的沉默力量 所威胁的人 跟这些人团结在一起 再一个培养 培植更大的反共社交媒体 和国际性媒体 团结更多的人 绝不能让袁红冰 向林 潘晴 郭宝胜 这些人呢 只要没钱都到台湾去骗去 悲哀呀 台湾成了吃养培养繁殖中国骗子的一个岛了 所以说人家外国人都很奇怪 为什么那么多台湾出那么多骗子 台湾又培养那么多骗子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媒体 彻底改变 那么接下来 2019年 这些事情都会发生 谢谢庄立宏先生 谢谢文贵先生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啊 就有一个 有一个网友 就有一个 挺有趣的 一个话题 在这里啊 在这位网友跟 向文贵先生 这个网友的问题是 每一次文贵先生 喊话 亲爱的网友们 你们健身了吗 那么 请问文贵先生 您有募助林太太去健身吗 祝福林和林太太健康 协密 幸福长长平静 谢谢这位战友啊 我们全家里边 健身当中啊 我是健身不如我儿子 也现在不如我姑娘 我太太是 从结婚到现在 体重几乎没长一公斤 这个 我跟我太太现在站在一起啊 人家都问我这你女儿 都说是我女儿 我现在我出门说摟到她的时候 人家问我谁啊 这是我女儿 所以说她健身很好 比我厉害 比我看上去年轻很多 所以说谢谢这位战友的关心 这个希望所有战友们 不但你健身 还要让你家人也健身 家人需要是你的真心的爱 关心更重要的是 是你给它带来的不是财富 是健康 一起有信仰 一起有追求 一起来健康 这才是最大的财富 绝不是藏了多少现金 也不是买了多少表 多少爱马仕的包 我太太从不带首饰 这个我给她买了爱马仕包 搁在那绝大多数她没看过 没用过 所以说健身是她的生活主题 谢谢这位战友 好 谢谢文贵先生 结合当前国际形势 2019年的爆料革命计划 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2019年的爆料革命 可以让中国民众 以及世界各国都看到 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几天前 也就是2019年1月1号 您在木狼访谈中 抢用了四句长头句 即为回头是岸 那请文贵先生 您认为CCP还有回头是岸的这个余地吗 这句话是针对九千万党员 还是针对那十几号到国集合分子 而网络上很多人表明和认为 CCP已经回头无岸了 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张伦红先生 谢谢战友的提问 我刚才我一开始 关于台湾问题 我说了一个四个字 如果他不回头是岸的话 他就是酷恶不圈 酷恶不圈呢 就继续作恶 直到被灭掉为止 2019年的爆料革命 从过去的开启民制 把战场拉向国际 我们到终身发展 就定点爆破 2019年战略不变 定点爆破 所以大家看到王健之死 真相必须出来 然后中国的孟宏伟案件 或者是一系列的丢失的人 很多真相会出来 同时91号文件 会在今年年底部分被爆出来 难不得归于真相也会被出来 然后中国的现代腐败案子 列入这种最高法的丢失卷中的案子 会在中国城出不穷 现在外有郭文贵 内有崔永元 现在国内 我相信会出来千千万个崔永元先生 所以说 2019年爆料革命 是全民爆料 全党爆料 各个击破 定点爆破 然后把整个爆料革命 实行全国化 全世界化 全球化 然后引起 14亿人民的高度的深思和重视 等待着我们举手 共同推翻共产党的2020那一刻 九千万党员绝大部分人 他们会发现 这个比爹亲和娘亲的党 跟你没半毛钱关系 这个刚刚的七天的所谓的国内的政治局闭门会议 所讲的话 九千万党员都会明白 有钱了 轮不着你党员花 有女人也轮不着你睡 有荣誉也轮不着你 这个比爹还娘还亲的 只是那几个人 九千万党员 不过是吃了人吃完的奴隶 行死走肉 随时会让你变成孟宏伟 随时会让你变成马健先生 随时会让你变成周永康令计划 薄熙来 会随时会让你心脏病死 会让你躲猫猫死 而我心欢死脑天堂 随时给你一车一车背着呢 要不让你跳楼 要不让你跳江 要不就让你悠一阵 九千万党员 谁想不忧郁 谁想不把自己的爹娘老婆孩子 变成孤儿寡母 谁想让自己的那点钱 不成为盗国贼的七八七的油钱 谁想让自己死了能有墓地 谁想让自己的爹妈走着大街上 不被吹管打 唯一的选择 推翻压在你脑上那几块臭石头 洗洗你的脸 当真正的实事与中国人民的领导 当实事与中国人民的好政府的其中一员 让中国人有民天下 法治国家 法治天下 让中国人可以有信仰 在法律的框架内 你可以烧香 你可以拜佛 你可以拜神 你可以拜基督 你也可以拜穆罕默德 你也可以拜自己的祖宗 现在他们不让你迷信 只让你信他们这个时代 必须过去 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畜生 现在连那畜生 连那狗连那猪都有时候还知道 拜拜神呢 还有这个权利呢 全人类七十多亿人 什么地方不让你有信仰 只信几个人 叫共产党 全世界还有几个地方 你挣的钱 你上哪花 你说了不算 全世界还有几个地方 你的领导 随时可以随你的老婆 随你的女儿 全世界还有几个领导 几个国家 给别人一捐几百亿 中国老百姓连社保的钱都没有 看病都看不起 骨灰盒都买不起 全人类还有几个国家 像我们的国家一切都是党的 一切都听党的 你大爷来的 我听起来我就火 然后你又私人企业家的时候 你把私人企业家给快累死了 这个企业家被累死 那个企业家被累死 一身的病 然后你这是什么 国家还要靠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是主力 你早干啥去了 油钱比美国贵 粮食钱比全世界贵 水钱比全世界贵 中国人交的税比全世界多 税去哪了 这些挣的钱 垄断的油钱去哪了 昨天我上机场的时候 说一个中国朋友说我到了美国 老郭我第一个发现美国的油质好 这93号油比98号好 还便宜 他说共产党太坏了 我说你太无知了 你好好了解了解美国吧 美国啥都便宜就工资贵 我说我们共产党什么都贵 就工资便宜就人不值钱 在中国什么都可以拿钱买 包括人命 在美国什么都可以拿钱买 不能包括人命和法治 这是截然的不同 所以我说张恋宏先生 2019年的爆料革命 会让更多人感受到 自己没有未来 自己也是被他奴役的那个人 郭文贵爆料不是为了自己 不是私仇 不是为了保自己的财 我分分钟可以做到 我不需要 我们必须推翻共产党 拯救14亿人民 让14亿人民不要成为世界上的敌人 现在中国人走到任何地方 都受人家烦恶 我在佛罗里达 好几个俱乐部内部政策 不接受任何中国人 悲不悲哀 可不可怜 中国人到哪去就成了 共产党的坚决特务 这对我们多不公平 我说共产党是极少数人是坏人 我们绝大多数的共产党还是好人 这就是我们要在2019年 彻底推翻共产党 让中国共产党的9000万党员 成为我们拯救的对象 让它变成中国法治党 民主党 自由党 让他们不要有事 就打台湾的屁股 就拿汁扎台湾 虐待台湾同胞 不要老给香港同胞里边放毒 不要老威胁他要香港同胞 更不要拿到中国老百姓 所有的命和钱 来培养那几个道国财富的家族 这就是我们2019年革命 定点爆破 唤醒民智 让党内绝大多党员和我们在来一起 准备着振蔽一呼 彻底推翻共产党 一旦他们要做出了 打台湾 为台湾 或者国内封闭关锁国 走出这一步的时候 那就是今年 我们举手 推翻共产党的时候 所以2019年 是重要的 关键的一年 谢谢庄丽宏先生 谢谢文贵先生 谢谢各位广大的藏友 今天非常感谢 非常荣幸的 请到了文贵先生 重复关联 我们美东音之声 与小庄和广大藏友们 以及14亿强国苦难同胞们 一起规划 中国未来的狼土 揭露并择制 消灭这个邪恶的共产党 主义独裁政权 虽然文贵先生 您没有日理万机 但经济野蛮的共产 据说呢 今天您还有几个会议 咱就不想多打扰了 今天的连线直播就到此结束 好吗 文贵先生 好的 谢谢庄丽宏先生 我再次说 非常的荣幸 这个受到了 庄丽宏先生的美东之声 和美东之声的战友们的邀请 到这里接受您的访问 我觉得今天您的每个问题 都非常的有意义 非常的好 让我也很兴奋 继这个木兰访谈的 卡丽西女士的成功访谈 震惊了国内之后 我们2019年又有了一个 第二个好的节目 我希望2019年 有更多这样的节目 有价值 有意义 有质量 有影响 这样的节目 而且我觉得庄丽宏先生 我今天跟你要谈到乌坎的这个事情 希望你不抛弃 不放弃 我再给你加仨字 不要 千万不要忘记 家人和那些兄弟 他们被拯救的唯一办法 推翻共产党 开Uber是生活 美东之声直播是手段 还有更多的具体的行动 我们要对欺民贼 海外的沉默力量 发动冷血的攻击 团结起来战友们 还有我们要对这个共产党的今年的定点爆料 定点爆破 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 团结更多在美东的战友们和我们同胞们 和有良知的 有起码人性的人 在一起 壮大我们的挺国和挺国爆料的队伍 像现在网络上一帮烂人和欺民贼们 我再次地忽悠所有战友们 不要浪费你的一秒钟 凡是你去低头看的时候 不管地上有什么 你已经输了 要往上看 为什么有这些欺民贼和伪类 还有我们的战友们还要转发 还要评价五毛和七毛 这个太丢人了 太不值得了 传播文贵爆料 传播战友的爆料 共同连接在一起揭发盗国贼的犯罪盗国事实 不要为那些天天靠几十年演讲 搞讲的这些人 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 不要去看他们的节目 不要跟欺民贼任何人 有任何一秒钟的争论 浪费自己的生命 增加他的关注度 同时要相信文贵 这些欺民贼 都让文贵用法律 用美国的法律来收拾他 同时要相信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这些政府 欧洲 一定会把这欺民贼送上 他们应该去的位置 受到惩罚不要浪费时间 把我们的注意力盯住盗国贼和犯罪证据 让他们在国外的资产受查封 家人受审判 然后联合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最正义的力量 一起导向盗国贼 一举歼灭 还我整个中国 一个法治的中国 民主的中国 有信仰的中国 把现在个人的家天下 变成了真正的民天下 那么我们美东之声 位置重要 地点重要 历史远远重要 你的背景重要 所以说 今天很荣幸的 接受庄烈红先生的 这个采访 直播 而且我今天很兴奋 刚刚讲到这儿 意犹为尽 觉得刚刚开始一样 你带动了我 让我非常的愉悦地 接受你采访 脑洞大开 这像跟卡利西采访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战友之情 战友之意 而且我深信受到上天的领导 现在请允许我 借你的平台 庄烈红先生 为十四亿同胞和战友们 祈福好吗 谢谢文贵先生 谢谢 谢谢 为所有的十四亿同胞 战友们的家人 祈福平安 幸福 爆料革命 今年有巨大的收获 让庄烈红先生 千万别被蓝金黄 谢谢 千万别被找钥匙给灭了 庄烈红先生 谢谢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文贵先生 再次感谢文贵先生 以及我们上友们的支持 给予美东之声 这次机会 以文贵先生连线 也感谢卡利西女士 谢可原先生 大冰先生 沙尔红市及战友之声 还有推特广大战友们 以及美东部落的兄弟姐妹们 第几位 庄烈红提供向文贵先生提供的 这些参考的问题 但是未能够一一缠纳 敬请各位多多包行 问口才 小庄绝对不如 屏幕前现在的每一位观众朋友 但感谢上天 给了我一颗信念的心 与所有跟随 喜马拉雅的战友们一样 不到最后 无罢休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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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 反弹就到这里 结束好吗 吴贵先生 好了 谢谢庄绝红先生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